我是新华社驻基辅分社的记者李东旭 在我的身后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地铁站 这个地铁站是基辅市中心 最深也是最大的一个地铁站 叫阿斯纳地铁站 这里是基辅市指定的一个防空设施的地点 我们就看到这条街 沿着这条街往前 今天早上的时候 这里曾经有多辆装甲车 在这里实施戒严 25号上午 基辅市响起了防空警报 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 基辅市区发生了 到目前为止至少应该有三次的空袭 基辅市政府要求市民 尽快到就近的地铁站 还有其他防空洞去躲避空袭 我现在来带领大家去看一下 阿斯纳地铁站 从24号开站以来 整个基辅市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慌乱 但是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骚乱 这个地铁很深 当地好多市民带了自己的衣物 水 他们一直就在这里 昨天有不少市民也在这里过夜 他们晚上也没有回去 因为担心晚上也会发生空袭 因为战争的这种持续的空袭 可以说让当地的老百姓人困麻烦 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市民就待在这里 他们也不离开 就待在这里 晚上也不是睡在这个地方 地铁里有人穿着防弹背心 迷彩服还有武器 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市民志愿者 军事志愿者 还有一些退伍军人 预备役人员 昨天的时候 基辅市向市民发放 开始发放武器 进行自卫活动 今天上午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昨天司机 发表了讲话 他呼吁俄罗斯军队停止进攻 呼吁两国尽快就停火 达成相关的协议进行谈判 我们也期待吧 两国的军事冲突能够早日结束 当地老百姓能够早日恢复 正常的这种生活 游客 一回来 太好了 不要 都要成功 人 Berry 搭一瓶 都要做 不足 一杯 柠檬 探索